让我动口 老子现在就想咬死你 得 帮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总之 韩瓦林和韩家 你都不要插手 他和韩家的恩怨 他都只想用自己的方式了结 莫非迟点点头 好 听你的 不过 既然我现在不能动韩瓦林 这件事又不能让你太委屈 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 我打算动一动韩家的人 比如说 韩中腾 莫非迟站起身 拉着他往楼上走 他是韩瓦林在国内的利益伙伴 就算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每人一笑 老子也乐意 芸汐笑了笑 说到韩中腾 他便想起梁心仪来了 这次他来西市 家里也就那么几个人知道 梁心仪知道并不稀奇 那么 梁心仪这个韩瓦林在国内的狗腿子 把消息捅给他 就不足为奇了 韩中腾不是我的第一目标 少帅想怎么折腾是你的事 我只需要清理门户就够了 穆飞驰自然懂得他话里的意思 韩瓦林能得到消息 必然是国内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他了 而这个身边人 除了他那个表姐梁心仪 不会有别人了 上楼的时候 芸汐放慢的脚步走在后面 抢了穆飞驰拉着他上楼 不经意地扯到了锁骨上的鱼伤 疼得他倒抽了口冷气 听到声音 穆飞驰猛地转过头来 见他捂着锁骨 脸色顿时一沉 愈怒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身上有伤是不是 他说没事 他也就没有仔细检查 而且衣服里边 他也不好当着别人的面检查 没事 就是一点余伤 明天就好了 穆飞驰哪里会听他胡扯 上来就直接伸手 去扯他身上毛绒玉袍的衣领 玉袍没有扣子 他这么一扯 他半个肩膀都露了出来 芸汐赶马伸手去捂着胸口 美好气地踹了他一脚 一脸的气急败坏 少帅啊 你老师没有教你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他还真是服了他了 一上来就拔人家衣服 就没见过他这样 出爆不讲理的 虽然什么暧昧都没有 可他差点走光了好吗 他不要脸 他还要脸呢 穆飞驰一脸阴郁地瞪着 芸汐锁骨上 那一大片的鱼伤 又红又黑 还透着血丝 怎么看都很扎眼 哼 让我动口 老子现在就想咬死你 脑火中的男人 脾气一点就爆 他忙把他拉回到客厅 放了一药箱出来 用这个 这个效果好一点 芸汐指的指一药 向你的止痛 化鱼的喷雾 穆飞驰一记眼神扫了过来 芸汐乖乖地闭上嘴 果然 他大爷 还是睡毛摸的时候 比较好说话 一通折腾 原本打算睡客房的芸汐 直接被霸道的某人 拉到了主卧 只是 主卧就一张大床 椅子还是 单人沙发那种 根本没法睡 少帅 我能睡客房吗 不能 那 你能去睡客房吗 你说呢 很显然 不能 既然两个答案都不能 那他还矫情什么 又不是没在 同一张床上睡过 不就是 分半张床给他盖棉被 纯聊天吗 他一点都不吝啬 谈判失败 芸汐也不跟他多说 翻身蹭地上了床 掀开被子 直接睡到了边上 船延边压了下去 穆飞驰顺手 替他噎好被子 却没跟着上去 睡吧 我在这里 嗯 我会放在那边 帮我把他帮你 帮我把他帮你 感谢观看